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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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名陪审员不同意死刑 她最终都将被判终身监禁 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随后,美国警方逮捕了27岁的白人男子克里斯·腾森 并开始了长达两年多的调查和审判过程 在美国判处死则 但据不认罪,克里斯·腾森的辩护律师又提出多项理由 将原本定在2018年2月27日的审判日期延迟到2018年10月再延迟到2019年4月 2019年6月24日,美国1051州中部地区联邦法院陪审团裁定 称自己当天的确用车车在过一名亚洲女性 但是不久就让她下车了 按照法院安排,此案暂时休停 将于7月8日进入量刑阶段 克里斯·腾森将面临终身监禁或者死刑判决 从7月8日进入量刑阶段以来 35名证人依次出庭作证 检方和辩方律师通过各种证人和证词力图说服陪审团被告是否应当被判处死刑 董凶手克里斯·腾森检方为了让陪审团相信克里斯·腾森必须被判死刑 一直强调重判的原因 包括案件是绑架致死案 克里斯·腾森对张云颖做出残暴的身体暴力 且是有计划递杀人克里斯·腾森的行为 对张云颖家人带来极大伤害 同时为其他人带来威胁 且被搞在明治张在无力反抗下 仍做出暴行 克里斯·腾森至今从未表达出回忆 没有透露张云颖遗体所在 而且他一直不配合FBI的调查 而辩方则提供了一系列减轻因素的内容 强调克里斯·腾森死前未有犯罪前科 且以坦白交代杀人罪行 其父母患有精神病 如克里斯·腾森被判死刑 其父母会失去唯一可依靠的人 克里斯·腾森的精神状态不佳 曾表现出严重抑郁倾向 辩方通过各种证人和证词 将被告描述为一个聪明而有礼貌的年轻孩子 正在努力应对抑郁焦虑睡眠以及酗酒等问题 张云颖案家属代理律师王志东此前曾表示 如果克里斯·腾森被判终身监禁 辩方上诉的可能性相当小 美国的终身监禁意味罪犯不得保释 即不存在保释 假释 减刑或保外就一等任何离开监狱的可能性 一旦被判决终身监禁 克里斯·腾森将最终死在牢里 张云颖父亲要被告说出女儿下落 我们要把云颖带回家宣判后 张云颖父亲张荣高发表了声明 全文如下 陪审团已经做出决定 庭审也已经结束 云颖却仍然没有回家 我们的目标从来就是 也将一直是带云颖回家 除非做到了这一点 我们将不会得到平静 也不会放心 我们感谢笨案的陪审团 以及在本案中致力于伸张正义的人们 他们严肃认真地对待职责 遵守法律 因为他们理解法律在本案中的意义 我们理解一位或几位陪审员 不能做出对被告判处死刑的决定 尽管我们不同意这样的结果 我们可以接受罪犯将在监狱里度过余生 这将在一定意义上弥补我们的创伤 我们希望他在监狱里面的每一天 都感受到我们失去盈盈所感受到的痛苦 我们再次感谢检察官 警官和其他执法人员为盈盈讨回公道所付出的努力 我们感谢法庭人员在庭审中对我们的照顾 我们感谢伊令沃伊大学和伊州中部的中国社区 也感谢所有在美国 中国和世界各地支持我们度过难关的人们 我们被所有人带来的善意和友谊感动着 现在庭审已经结束 陪审团也做出了决定 我们要求被告无条件地告知我们隐隐的下落 如果你的灵魂中还残留有任何人性 请帮助结束我们的煎熬 请让我们带隐隐回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